大家好啊 最近刷油管看到一个台湾博主 采访内战老兵的视频 这位老先生是江西瑞金人 但是他是怎么称呼自己家乡的呢 那听说您的老家是在瑞金 那刚好是中华数学外共和国成立的地方 那您可以说一下这个印象吗 没有错 我是这个江西省瑞金县人 瑞金县里面有个黄安乡 黄安乡有个甜心村 包括台湾博主说的国语也是读的瑞金 但是老先生说的是瑞金 这点我以前在社区说过 在老的西兰官话里面 瑞字也是读作瑞的 比如成都有条瑞年路 老的成都人都是读作瑞年路的 这也就是瑞典瑞士这些国家 在英文的读音里面都偏向于瑞的发音 但是普通话和国语却是用的瑞字 这代表在翻译这些国家名称的时候 官方读音应该是读作瑞的 或者翻译这个人的方言是读作瑞的 目前我知道的老西兰官话 粤语闽南语都是读作瑞的 加上这次听到这个老先生说的干语 又多了一个地方 同样的还有秘鲁这个国家 秘鲁的这个B字 在其他地方是读作密的 但是在我那位生于民国六年的姨婆口中 是读作B的 他说秘密这个词也是读作秘密的 这不是这期的主题 只是我看到了这位博主的视频 想起了之前说过的语音的问题 所以跟大家闲话两句 上一期视频我说过中国有四大黑枪基地 今天就聊聊这个吧 现在网上说的中国三大黑枪基地 分别是青海海东的华龙县 贵州同仁的松陶县 广西北海的河浦县 这里面名气最大的是华龙县 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期 在大陆 华龙罩可以说是黑枪的代名词了 华龙这个地方 在民国时期 马步方在这里设立了兵工厂 他们罩枪的手艺 可以说是官方技术下放民间 民间在父子相传传下来的 当时他们的枪支 主要是供给北方地区 华龙罩最初的质量 其实也不怎么样 毕竟是民间手搓的嘛 质量好也是相对于 其他民间罩来说的 后面90年代下岗潮之后 很多国营机械厂萧条 甚至有些兵工厂的待遇 也下降很多 所以这些人就把枪械的零件 弄出来卖到华龙 由当地人组装 然后再留到黑市 这个时候 华龙罩的品质就上去了 甚至有一些精品 都有官罩的水平 比如2000年 金栋中央的929案件 就是有人勾结兰州 某兵工厂的员工 用图改伪造介绍信 冒充兵工厂要货的方式 从天水的机械厂 搞到了大量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以及冲锋枪的零配件 根据警方公开的信息 这帮人先后五次 搞出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及冲锋枪配件 5750件 先是走天水 到兰州的零档货车 运到兰州 存放在库房 这个零档货车 就像现在的出租车 网约车拼车一样 某一样货物 装不满一趟货车 就协调一下 几家的货物一起运 有时候你一车拉了80%的 都是牛肉之类的 生鲜食材 后面再拼上一些衣服 冲锋枪配件之类的 抽到百分之百就走 网上报就说 我运的是牛肉 上面来检查 确实都是牛肉嘛 运到兰州以后 再分批运往青海的省会西宁 随后分发到画龙组装 画龙这个地方 水土贫瘠 地处西北偏远地区 商业也不怎么发达 种一年的地 还不如造两条墙 所以画龙造的规模 就越来越大 官方在打击的同时 也搞了点扶贫培训 就教他们做拉面 然后画龙人 就组团到全国各地 挂着兰州拉面的牌子 卖拉面 因为比较标准化嘛 统一培训的 用了一样的调料包 味道不算好 但是也没有到难吃的地步 靠着廉价 味道统一 菜市丰富 一般这种兰州拉面店 还有小草 盖浇饭盖浇面之类的 而他们山寨的原版 南州牛肉拉面 就只卖面 还有就是集团化的作业 成立所谓的协会 排挤外地拉面 特别是南州本地人 到外省开拉面的那些人 这样下来 画龙拉面 也算是开遍了全国 能挣钱了 外加官方的打击 所以按照当地村主任的说法 现在造江的已经很少了 那就是说还有嘛 而贵州松陶啊 是一个苗族自治县 地处贵州 重庆 湖南三省交接处 特别是临近湖南湘西啊 在大陆说到湘西啊 三十岁以上的人 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土匪 小时候电视台 循环播放乌龙山剿匪机啊 说的就是湘西剿匪的事 其实除了湘西剿匪啊 重庆也有西兰剿匪 当时很多跑出来的人啊 就是往三省交界 这种三不管的地方跑 这地方本来就民风飘汉 这些所谓的土匪 还有一些是国军的残部 懂得一些制枪的技术 所以松陶自然也就有了 制枪的传统 但是松陶没有兵工厂的基础啊 技术就比画龙差一点 不过身在种类丰富 长枪短枪猎枪应有尽有 出了枪啊 他们土炮 炸药 手榴弹都知道 他们的产品主要就是流到 湖南重庆四川 这些邻近的省份 以及贵州本省 因为缺少长线啊 松陶的枪 精度特别的差 基本上五米之外 就没有瞄准的必要了 随便开枪啊 打不打得到 看天意啊 但是松陶的土炮 炸药 手榴弹威力 还是不错的 宁静的几个县啊 也是民风飘悍之处啊 比如宁静的贵州沿河县 就曾经有过手榴弹 炸县长候选人家的案件 湖南凤凰县 也曾经多次爆发 村民枪击案 这些地方用到的枪支弹药 大多都是来源于松陶 广西北海的河谱 和前面两个不同 它主要是造猎枪 因为它是广西传统的 烟花爆竹制造基地 有制造火药武器的基础 加上广西大山众多啊 很多人是以打猎为生 官方对枪支的管理 就比较松懈 这种深山原始森林附近的居民 天高皇帝远的 比如广西河池的天鹅县 就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 山中的猎户 一家有个几把火药枪 也不奇怪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 又有持枪泄斗的船头 比如广西的三江洞族自治县 各个村座之间 泄斗也是上火药枪的 2018年的时候 广西的警方销毁了一大批黑猎枪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三江 在这5000多支非法枪支当中 有3700多支 是来自三江洞族自治县 所以广西自己的类虚比较大 和谱的黑枪 主要就是销售到省内 和谱人还善于钻研 把猎枪小型化 我以前经常引用的电视剧 征服当中牛华强用的那种 短支火药枪 民间首发就是和谱 这就是现在网上说的中国三大黑枪基地 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听说的 并不是三大 而是四大 只是其中一个阵仗实在太大了 现在的这三个还在土作坊时期 产量很小的时候 那一个就已经被国家组织扑灭了 这就是云南文山 壮族苗株自治州的燕山县 具体的说 是燕山县的平远镇 当初张子强 叶继桓他们 在香港用的AK都是来源于此地 他们和前面说的三个以土作坊起家 后面利用下岗潮 才和机械厂联合提升品质不同 他们一开始就搞正规化的 他们的枪支生意 实际上是作为毒品生意的附庸存在的 他们的枪支 大多来源于越南老挝缅甸 一开始是和那边的毒枭搞几把枪 为毒品生意护航 后面越做越大 他们自己也变成了毒枭 就大肆采购枪支弹药 多出来的就卖掉 当时他们手里的枪支 比当地警方的都还要先进的很多 那时候平远镇就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 完全不屌官家 80年代云南省公安厅的吉普车 就算那时候在中国大陆 广泛采用的北京212吉普 被偷到了平远镇 警方一路追踪 结果到了平远镇 就被一帮人拿着AK给围了 只好认怂撤离 当时警方还安排卧底在平远镇 结果也被识破了灭口 留了一个活口回去报信 说不要再来了 后面省里面派了工作队 驻扎在平远镇 结果毒枭们还打电话通知他们 同志啊 我们今天有批枪要过来 晚上就试试枪 不伤人 你们不要紧张啊 92年的时候 文山州的政法委副书记 也是云南省驻平远的社交工作队队长 金寿平 带队去平远镇抓捕逃犯 直接就被堵在了屋子里面 用手楼弹给炸死了 这个时候官府就知道光凭当地的警方 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了 于是在1992年的8月30日 调集了驻军 边防武警等共3000多人 在熟悉环境的当地警方的带领下 于8月31号早上6点45分 对平远镇开战了 当时也带了随军摄像 我这次引用的这些素材 都是随军摄像现场拍摄的 很有可能不是黄标就是红标了 这些毒贩枪贩的家 都修得跟堡垒一样 虽然有一些人 面对几千的军人和警察 主动出来投降了 但是更多的是 坚守自己的堡垒和军方对轰 军方先是喊话 然后就开始进攻 结果低估了他们的装备 一开始居然被火力压制了 被压了回来 但是原来是90年代初期 很多驻军和武警 都是在边境有过实战经验的 很快就占据了主动 经过两天的战斗 算是把反抗激烈的 几家毒贩枪贩都给灭掉了 随后就进入了严打期 其实就是像战争 占领了一个地方以后 进行自然战一样 最后在经历了 长达82天的严打期之后 这场可以称作 小规模战争的行动 才告一段落 期间一共抓捕了 842名枪贩毒贩 收缴了900多支枪 全是关照的 什么冲锋枪 重击枪都有 子弹有4万多发 炸弹手榴弹不计其数 平远镇 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黑枪基地 才算负灭 这个时候 其他三个黑枪基地 还在土作坊阶段 等到下岗朝袭来 这三个黑枪基地 才逐渐做大做强的 所以这就是现在主流 只有三大黑枪基地的 说法的原因了 不过在这些民风飘悍 泄斗频发的地区 怎么就不怎么 见得到传武大师的声音呢 他们不是杀人计吗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会员朋友们的支持 和订有的订阅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